嗨,大家好,我是KPITO Crypto 昨天比特币跌破趨勢线的时候 我也果断的做了一张空单 那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也获利出场 这条趨勢线跌破,我在昨天中午的影片 有非常非常明确讲到我的交易计划 而且呢,我也就是这么执行的 那我在哪里止盈,我为什么止盈 我在接下来的影片会非常详细的告诉你 而且还有潜在的交易机会 所以请你一定不要错过 好,你看哦,我们在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它出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什么有趣的事呢 好,我们打开一小时级别的RSI 你可以发现,这是我自己写的指标 它很明显,它已经连续出现了两个底背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做一小时级别短线的空单的话 你一定要很注意这个信号 这就是我们可以短线离场的信号 而且呢,如果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 我们来寻找一下非常重要的压力支撑好了 因为价格它是很有可能在重要的支撑来做停留的 我们先打开一下物件处 然后呢,我们再画出这条水平线 你可以发现,我用水平线、蓝色线啊 所画出来的这两个地方 是我们前期非常非常重要支撑阻力换手的区间啊 你可以观察前期这个地方 这是不是阻力 然后呢,支撑,支撑 这也是阻力嘛 然后支撑 非常明显啊 这在前期的压力支撑情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昨天啊,你可以看 它触及了什么点位呢 它就触及到了47,000左右的支撑位 所以我个人就在这个地方把我的多单给指引掉了 那如果你有在我的Telegram群组的话 你是可以非常详细的看到这张订单的 所有包括仓位啦 入场价格啦 还有各种各样的资讯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Telegram群组 还有我的Instagram 因为我会在Instagram及时发布一些紧急的交易机会 像昨天这个跌破趋势线的这张单子呢 我就有在紧急Instagram上面有做到这个提醒 但是我个人啊 现在还是比较关注这个下缘 也就是大概在44,300美金左右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44,300美金左右是前期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支撑位 我之前在这里啊 有做一个很简单的推论 就是我们接下来很有可能啊 是在这个地方走出一个震荡的吸筹箱体 短暂的吸筹箱体 但是呢 我们的下缘啊 我是以前面 也就是大概在40,500的这个铁支撑所界定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要密切的关注 接下来二次测试 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点位啊 它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到达40,500 很有可能啊 就只是在44,300左右的位置而已 那如果到44,300左右的话 我绝对会考虑接一点比特币的现货 重点是比特币的现货 我不会去在这种时候去抄底山寨币 因为非常有风险 44,300是主力位嘛 然后呢 如果我们再拉一个漂亮的菲波纳契 我们从我们7月20号以来的上涨 这一整大段的上涨 它的0.618的回调位 就不偏不倚 刚好就打在我们44,300美金左右的位置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它多么的完美啊 它就是0.618与支撑主力 非常完美重合的点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绝对会考虑接一点 比特币的现货 如果可以到达的话 好 那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以太坊 其实以太坊呢 在昨天跌破这个下降些行的时候 我都有在中午的影片 短暂更新非常明确的给到各位 那如果你是跌破有做空的话 你现在也已经盈利非常不错了 我们稍微来测量一下好了 如果你在这里跌破做空的话 拿到 就算你拿到现在 也有一个5-6%的利润了 短线来说也算是相当不错 那如果你是有根据 加特利形态去做交易的话 这个也是我之前有提到的一个机会 你现在呢 你也达到了止盈位了嘛 因为当我们根据 斜波形态交易的时候啊 我们第一止盈位就是0.382 那现在已经触及了 所以你应该已经止盈你 一半的仓位 那这种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要移动你的防守止盈 至少确保 你这一单一定是赚的 不可能亏 那第二止盈位呢 在0.618 你可以发现它很明确的 跟周线级别的支撑是重合的 大概在3950左右的点位 所以大家可以很关注 这两个止盈位 并且移动你的防守止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FTT好了 FTT这个我也有提到 它是有明确的做空机会的 因为44 左右啊 是非常强劲的 日线级别阻力 它上不去了嘛 它原本 都把44做为很重要的支撑 但是它现在怎么样 它已经变成阻力 那这就是我们绝佳的做空时机 而且 它已经跌破趋势线了 所以 如果我 手上持有FTT的空单的话 我绝对会 考虑再拿一回 如果你现在在选择交易所的话 我下方 有所有 目前地表上 交易量前十 头部交易所 保证是全网最优惠的注册链接 你现在用的 账号呢 非常有可能是没有这些 最优惠的链接的 所以我很欢迎大家可以再重新注册一个 尤其我非常推荐Bybit交易所 你现在入金呢 又有 又可以享有 最高3500USDT的交易证金 但是呢 记得你一定要先点击报名 再入金 才可以获得 3500USDT的体验证金哦 而且我还有专门跟Bybit申请 如果你在福利中心输入Crypto Only 并且入金500U 你会在一个礼拜之内 收到50USDT 还有手续费9折的优惠 我绝对可以跟你保证 这是全网 你看到所有博主里面 Bybit最优惠的链接 因为 这是我专门跟Bybit申请的 那BigGap呢 也是我用过 设置还算蛮简单 而且顺滑的交易所 那FTX是当今地表上 成长速度最快 而且持长量也非常非常高的交易所 甚至它的持长量呢 跟币安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体验看看 那币安 我个人都是在币安去做信货 我个人啊 最常用的就是在Bybit做衍生品期货的交易 那币安呢 我做的是现货的交易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用我的链接注册 这样 只要申请的人数够多呢 以后 我就绝对可以再帮各位 有更好的福利 非常感谢大家 拜拜咯